好,今年的年菜不再贵爽爽了 走的是平价风 今年过年提早了 卖场的年菜大战也要提前开始开打了 加勒福推出了除了传统年菜之外 还推出了20多种的麻辣火锅 要来抢工年轻的族群市场 而另外一家爱买推出了千元有找的年菜 而且有五道组合 有人参鸡汤,有佛跳墙 统统都有CP值超高的 还有一家玄莲 他们则是推出了满额赠买菜进的活动 过年吃你传统年菜了吗 除了必备的佛跳墙外 卖场也打出了麻辣锅大战 整只的龙虾、鲍鱼还有大干贝 高档食材要网罗 各年临层需求 为抢年菜商机 加勒福火力全开 80道名菜13组套餐 光麻辣锅就有20几款 会买麻辣锅吧 顶多就买汤底在卖场买吧 麻辣火锅 因为冬天冷就是要吃麻辣火锅 往年年菜占比中 麻辣锅销售就占火锅类5成以上 今年上刊6成 不仅有传统年菜 更抢供年轻人市场 而对手爱卖则将目标锁定小家庭 人参鸡、佛跳墙 还有万然猪脚 五道菜的精锐组合让小家庭也能轻松享用 卖场就是它的样式的话菜色比较多 组合就是样式它都帮你选好了 卖场可能是买年菜考虑之一吧 当然是以价格为主 价格可以接受就好 看准价格是民众的第一考量 爱卖也推超杀组合 五道菜只要888 素食组合也是千元有种 更打出120种年菜品项 要让消费者口味吃不腻 卖场优惠大比拼 加勒服1月1号前买签送9折券 爱买则是14号以前买1500 限折150 全联1月2号前预购年菜指定商品买1000 并于1月10号前提早取货 就送50元生鲜买菜金 各家卖场祭出狭杀优惠 大抢过年财 动物生财经新闻 曾于信鲁博冲 综合报道